位于圣约翰岛上的海水养殖中心 预计明年初起分阶段进行翻修和提升工程 翻修后的中心将成为我国水产养殖的核心研究园区 并有助推动我国成为国际水产养殖领域的合作和知识交流中心 2003年创立的海水养殖中心 今天举行成立20周年座谈会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 为活动致辞时说 中心自成立初期就对本地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做出宝贵的贡献 为了确保本地水产养殖业的未来 行业伙伴应该建立强有力的合作关系 新加坡食品局去年制定了水产科技员蓝图 规划本地水产养殖未来的研发方向 由于政府也将海水养殖中心 视为本地的关键研究中心 当局计划加强中心的研究能力 翻新工程预计长达三年 由于工程将分阶段进行 中心在这个期间仍会继续运作 中心在这个期间仍会继续运作